噔噔 好 外面是有一面墙 我的天啊 救命 很实吗 就是个真墙 真墙 真是墙 真气了个墙 实验手册 关于拆墙的研究报告 狐克定律的力学基本定律之一 广义狐克定律的目的是 用最小的外力产生最大的应变 在日常生活中 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拆墙时 会在墙上画个叉 然后沿着叉子打洞 再抡锤砸墙就会变得轻松 因为在墙中间画上叉形并钻孔 会破坏墙体的弹性 让你更集中的锤机的位置 不会被墙体其部分分弹 我懂了 先画个叉然后找眼 找完眼之后然后拿锤抡 这个我觉得要大一点吧 太小了 差无所谓的 你再大的叉形并然都是那个点 我们先钻一个是缝里的 还钻一个看钻头里的 看哪个块 这好减压 我也想来试一下 通过 通过 光明 通过 光明 我来转一个哥 好 这个缝里好做 因为那是水泥 先大锤后小锤对吧 那个小瓶里面 先得小锤扣缝 然后大锤搞定 八锤 八 十 八 十 咋眼啊哥 哥这跟胡克定律没关系 哥哥你现在是咋哪是哪哥 跟眼还是有点关系 哎我们要出去了 可以咋外面了吗 可以咋外面了吗 哦 光明 哎这就砖 不识 识咱出得去吗 兄弟 你咋你还嫌弃上了 你啥手 可以承 哦 就出去了 我先出 带头出啊大锤 哈哈 哈哈哈哈 来给我东晏 给我 啊 哎呦哇天 那么重 哇的天哪 来东方过来先出草 快给我 哎呦哇 给他就跑了 你说拿东西就跑 再见了 哈哈 走啊 哎不对不对不对 回去 咋了 就测 结束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你把这第五个 还有仨呢 还有呢 走吧去那边 拿上我们的宝藏